又吃粉 在你們廣東 天天不是和粉就是米粉 唉 算了 反正過兩天就不用吃了 你要走什麼 我出差 去廣西 去廣西 是啊 去廣西就不用天天吃粉了 你笑什麼 你去到廣西更加粉 你看 桂蘭的桂蘭米粉 柳州螺絲粉 玉蘭牛冷粉 柳州珠葛粉 包括海鮮粉 如果你去到南陵的話 除了吃碗玉蘭粉 還可以咬 咬了 咬了 啊 這樣啊 我還以為廣東跟廣西差別好大 廣東 廣西本來就是一家的 地域節約 生活都是一樣 說話不一樣了吧 那就兩個地方 那邊不用說夜語了吧 那也有錯了 月語的發源地本來就是在廣西不周的 月語和八話都是一樣 只不過節約不一樣 廣東 廣西本來就是一體 兩港一家親嘛 不對不對 如果是一體的話 那為什麼廣東和廣西的 經濟發展差距那麼大呢 差距大是因為當年在改革的時候 廣東就埋頭虎鋼搞建設 廣西就跟列人打 打匹牌 打匹牌 是我們廣西打他的匹牌 差不多了 那廣西打越南的時候 就錯過了飛越發展的機會 但是不要緊 你看看現在廣西 很努力地搞運行 搞港口 搞產業 我相信很快就會看到兩港齊基了 所以無論你在廣東或者廣西 你始終都是要廣東和吃飯 哦 這樣啊 其實粉也挺好吃的 沒膽子 慢慢就別吃了 這妹妹摘壞了 阿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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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甸